As is the 5 Craziest Space Missions 却在研究如何潜送宇航员 去金星的运行轨道上远程操作探测器 而NASA的Jeffrey Landis将眼光放得更长远 他觉得人类可以在金星云层的上层生活 那个高度在毒云层上面 气压和温度都非常类似地球表面 如果能够不费力地在金星的云层上漂浮着 太空中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 应该就是那里了 在土贝6上航行 土贝6泰坦 Titan的云层是由甲蚊构成之外 但是天气系统和地球非常相像 也会下雨形成湖泊和海洋 现在有两个航天机构 提出要在泰坦的海上放船 一个是NASA 一个是欧洲行星科学大会 EP-SC 它们面临的困难是云层 泰坦的云层太厚 所以无法利用太阳能 只能使用荷然的启动航船 而且在泰坦上粘性强的海上航行 需要与地球不一样的推力 或许以螺旋形式滑动海水 会有效 不过 NASA已经终止这项计划 EP-SC 的筹划仍在起步阶段 探索木卫2的冰层下方 相比之下 这个计划算是比较靠谱的了 木星本来就离太阳较远 围着它转的卫星收到的 太阳热量更是少 不过因为地质构造活动产生的热量 在冰层下面 不许有流动着的暖流 NASA目前设计了一个叫 Buguri的设备 可以通过核燃料将水加热 然后再把热水浇注在冰层上面 当冰层破了口子之后 又接着用流出来的水 接着把水加热开 妥前行的路 Buguri的模型 已于今年在阿拉斯加测试 结果发现它能在一年里 穿过八千米的冰层 不过该项目因资金支持问题 无法进一步进行 如果成功的话 Buguri极有可能会挖掘出 爱星球的第一个生命 无畏二冰层下面可能有生命存在 截获一颗小行星 如果说在彗星着陆事件费尽的事情 那 NASA改变小行星轨迹的任务 就等约是天马星空了 任务内容是识别 结果一颗小行星 把它带到月球的运行轨迹上来 这样宇航员就能把行星一举拿过 带回地球做样本研究 和飞来一样 分析太空陨石 就助于我们了解太阳系的起源 更进一步 推动航空技术发展 把有可能撞地球的小行星挪开 避免世界末日的可能 NAS通过反复监测 选定了六颗候选目标小行星 现在还没确定要如何摘星 不过目前想到的可行办法 有把它包在气囊里 如果一切计划顺利进行 NASA预测将在15年内完成摘星任务 星际旅行 无论是在木位 其他遥远的行星上行走 亦或是在半人马座阿尔法星上旅行 新生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见证星际旅行 这一人类探索事业的巨大进步 如果星际飞船的百年计划顺利实施的话 NASA联合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 DAPA共同策划了一个伟大事业 在百年内造出能让人类在其他星球上旅行的 宇宙 飞船 他们把现在已有的所有可行机械装置 都纳入了考虑版本 包括处于假想中的反物质推进器 以及如何应对星际旅行 可能对人体产生的负面影响 这样的计划在今天看来 好像存在无限的可能 好像Christopher Nolan的电影星际穿越 并不是完全没可能实现 但是放在一百五十年前 闹得连飞机都没有的年代 Jewsler首次提出登陆月球的想法 都是千方夜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